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七輪網賽 今輪辯題為雙軌制 隔方辯題 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虛擬的應公告天下 越方辯題 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虛擬的不應公告天下 對賽雙方為正方 聖賢中學 以及反方 沙基灣觀納中學 先介紹雙方辯園 正方主辯 陳樂軒同學 第一副辯 何兆聰同學 第二副辯 張有誠同學 日傑辯 連浩同學 反方主辯 紀文欣同學 第一副辯 吳樂堯同學 第二副辯 龔文傑同學 日傑辯 蕭程軒同學 日傑辯很驚喜能夠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加密拍与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黃文傑老師 藍田勝古錄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呂天欣小姐 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職業辯論隊前隊員嚴維儀老師 本場比賽會分主辯 台上發問 一副 二副 台下發問 以及結辯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4 3 3 4 4 每次發言前結束前30秒會有一丁提示 叮 到鐘則有兩丁提示 叮 叮 超時15秒則會連丁三下 叮 叮 叮 而且將會扣除五分 明白到網絡有可能遲悶甚至聽人清了鐘聲的情況 叮 叮 的時候我都會再加以手勢提示 便如你留意 責任去留意零光幕 亦都不應該嘗試用盡15秒的緩衝時間 其餘的詳細賽規之前都已經給各個參賽者 請問相關有沒有問題 現在先請正方主面發言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主席 評判 有方同學在座 各位大家好 在討論辯題之前 首先要定義辯題中虛擬世界的意思 古今中外不少哲學家都嘗試論證我們所感知到的世界並非燈實 以康德為例 他提出我們所感知到的世界都是經驗表象 因為我們先入為主 有既定的印象才會感知到事物的虛假表象 而對事物的既定印象 抽離之後的物資生才是事物的增長 笛卡爾就提出 我才顧我在 即使感知的世界是虛擬 我這一個在懷疑 思考著的主體必定為真實 故此 今日辯題中的虛擬世界一言以蔽之 即是我們現在感知的世界並非我們認知的模樣 它們或者是其他實物 就像電影 22世紀殺人魔樂中的母體一樣 是其他生物 其他文明 為了統治人類而創造的其他事物 要衡量今天的變題 就要從個人和公共角度出發 考慮公告天下可否令世界發展進步 我方認為公告天下應該的 原因有二 第一 保障人民之情權 自主掌控人生 世界虛擬的這個消息 會顛覆到社會對宇宙利求起源的認知 知道消息的人有義務公開這個牽涉重大公共利益的消息 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指出 不分性別 種族 國籍 年齡 全人類都應該要享有不受限制 充分獲得資訊的資情權 2017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亦都表明 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不應該成為剝奪人口資情權的藉口 因此公告天下才可以保障到人民之情權 公告了天下之後 人民可以選擇相信或者不相信 選擇探索真實世界或者繼續生活 相反 如果好像友方那樣不公告天下 人民連知都不知道 就沒有選擇的自由 只可以繼續活在虛假的世界裏面 更加不可能探索真實世界 探索真理 等同於自己一個人幫全世界的人做決定 剝奪大眾之情權和選擇的自由 第二 有助人類追尋世界背後的定律 邁向真相 電題裏面另一個著眼點就是我們怎樣知道這個世界的虛擬 渠道有兩個 要是別人告訴我們 要是我們自己通過一些研究 計算所發現 無論是怎樣的渠道得知 這些消息都好 當公佈這個世界的虛擬的時候 必然引起極大迴響 不論世人相信或者不相信 科學界都會秉持著求真精神 科學家亦都會透過無數的實驗和研究 嘗試證明或者推翻這個消息 十六世紀的時候 當人人都相信地心說 哥蘭教士 波蘭教士 哥伯尼 經過數學計算之後提出日心說 最後 加利略 牛庚等科學家通過實驗研究 發現更多證據證明日心說是對的 更由日心說推展到去發現萬有引力 帶領了天文界甚至是全人類向真理文明發展的方向行程了一大步 再以廢馬大定律為例 法國數學家廢馬十七世紀的時候 在筆記葉旁邊寫了一個數學陳述 引起極大迴響 後世的人用了三米的照片證明 但也證明不到 結果在三個世紀過後 英國數學家才可以證明到這條定律 在三個世紀的證明過程中 很多是數學分支 例如代數 幾何 亦都應運而生 可見在求真的過程中 不同的研究成果將會誕生 令到人類文靈得到特殊 使社會更趨繁榮 最後想問問有方同學 你希望天下的人做清晰 但是是痛苦的人 還是無知大快樂的豬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39秒 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主編 你要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正向鏡頭示意 打算清晰 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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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點 謝謝 謝謝 可能要站近一點點來收飲那個裝置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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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清楚 可以 10 好 1 2 3 定義 與直評判再約 大家好 與直評判再約 各位大家好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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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暫停了計時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是否只有我的裝置 我現在聽 不好意思 其實聖賢這邊也不容易聽到 我是聽不清楚的 所以我在想 會不會稍官的同學 把椅子去收音的位置坐 會比站在那裡說 因為你站在那裡應該會不會做試麥 可以 你直接面向收音樓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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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得清楚 你這樣就好很多了 好 好 我重新來說 3 2 1 丁 主席 評判再約各位 大家好 世界是虛擬的 非常難以想像 但無論如何 到別相滿了一個條件 就是相對地 必然有一個外在 不同圍道的真實世界 否則欠缺真實 就無所謂的虛擬 而聽完友方堂的言辭 不但發現友方探討便提 考慮到幾個原則 第一 普遍的知情權 第二 自由的選擇權 第三 對真實的追求 但這些原則的適用性 都只是建基於世界而有的 混合邏輯 偏偏 一旦消息公開 哪怕只觸及到 到小部分人的神經不再尊重規則 到逐而陷動世界建立的跌距 令若定俗成 每一個人都享一的自由權利受損 故此即使經驗告訴我們 重大資訊 不可以佔為己入 但無法判斷 它是否在潘多拉補合的情況下 絕對不可以輕舉妄動 故此 我們今天曾經順以為真的世界 突然出現缺口 我方公告與否的標準 就是現有世界的原貌 能否得到為此 我方反對變題 基於以下兩點 第一 觸及真實邊界危在單跡 無論是虛擬 世界由代碼構成 或好似哲學家 柏南克的統中腦思想實驗 指出我們只是浸泡在溶液 感知這個世界的大腦 對外的真實世界 很有可能有一個創造者 在他設定當中 往往都會極力阻止 迫害被打破 否則一旦失控真實世界 就有可能受到威脅 物理學家霍金都曾經說過 人工智能可能對人類的文明反世 今日虛擬至於真實世界 就如同霍金口中 人工智能至於人類 我這個突破口 對於外在世界的程式 懸疑而言 無異於程式的漏洞 一旦發現就必須盡快修復 甚至需要終止整個系統 但如果閉而不孫 一個不會影響系統其他參數的漏洞 就未必會被視為漏洞 甚至系統如常運作下 等於從來都未出現過 不過即使我們處於虛擬 但基於存在主義下 存在意義本身 就無法透過理性思考得出答案 就算世界的認知已經碰到 我們的流傳就理應善於一切 不應該被冒摧毀的險 第二 陷入實在 世界運行已經 不少規條都不容挑戰 多出現違反常理概念 往往只有兩種下場 例如北韓政權透過洗腦教育 大事造實 連太陽都屬於北韓的平衡時空 如果有人慕然公開挑戰一切 遭到既得益者或管治者的威脅 根本無可奈何 就算理論得以傳播 但小部分人原本的價值觀 已經犯天覆地 都足以令到社會混亂 心理諮詢師南風曾經說過 未知的末日情緒 他帶來的恐怖 可能會造成自殺 傷害傾向等 一旦有人選擇放棄自己 甚至因為這一切都是虛無 又沒有實質成本而報復社會 哪怕只是少數人 都不會影響其他不為所多 希望好好生活的人 如果我們的自由權利 都必須見激於不會影響他人 有方強調公告是尊重個人選擇 及集體利益 是覺得就算多人選擇放任自我 都無所謂 還是肯定公告天下 必然不會刺激到任何極端行為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58秒 無故事無相扣分 然後到台上發文的環節 先會由正方自由派出台上電源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言時間為1分鐘 接著反方主便會有1分鐘時間準備 還有1分鐘時間回答 所有時間到達前的15秒 將會有一丁提示 叮 夠鐘則有兩丁提示 叮叮 接著便會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電源發文 正方主便回答 在這個時候請評判你們留意你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子第一格 其實是依次發言次序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文的分數 好 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台上電源發文 你會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好 請看鏡頭示意 3 2 1 丁 各位大家好 剛才友方就說到 我們公告完天下之後 天下就會陷入混亂 會刺激到很多極端行為 自殺 會令到大規模自殺 但是今天友方連一個例子都說不清楚 一個史例都沒有說清楚 好,究竟今天陷入這個公告天下 和陷入混亂之間有什麼邏輯關係 陷入混亂又和刺激極端行為 自殺這些有什麼邏輯關係呢 請友方舉出一個數據 例子或者報告 和友方說明清楚 各位 請將反方主便會1分鐘時間準備 開始計時 wheel 好 謝謝 我 請問 好 謝謝 謝謝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丁丁要表时间结束,请反方煮变回答 你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准备镜头试验 试咪试咪,试咪,请问听不听得清楚? 清楚,3,2,1,开始介绍 首先,我感谢有本台的问题 有本台的例子,国外有2012年的没日传说 不知道有本台的有没有听过 因为国外有罗亚方舟事件 罗亚方舟事件究竟是什么? 人民希望在末日来临之际建立罗亚方舟尋求救赎 但是其实如果有方舟,其实这个没日传言只不过是一个很小规模的东西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要将这个虚拟世界公布的话 其实这个不是小规模的东西 就是影响那些信的人 其实你会影响那些不信的人 不单止是关于你们 谢谢 谢谢 刚刚有说过蔡规 其实一定还有10秒 不过变缘你有责任可以留意蔡田讲蔡规的时间 好,现在轮到反方公辨 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辩元发问 另外有一点建议 其实可能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 可能Saku同学你不需要站在那里发言 因为我希望你的发音能够更加对准那个咪 所以我宁愿可能你坐下 我相信大家都不介意 做事要清楚 好,反方公辨 你会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镜头事件 请问听不听得清楚? 点点抹杂音有点多 有点多 连快脸 好的 321 大家好,今天有方和我们高举知诚权 可以讓人類得到更多知情權的一個旗號 但其實這只是著眼於法掘真實世界 一個如此微乎其微的可能 安純可能只是為了少部份相信這個證據 並且希望作出行動的人發聲 更加漠視背後的代價 就是其實是可能要整個世界共同負擔 簡單想問有方 這個世界是虛擬之後 希望作出行動的人 對於不相信這個真相 又或者是想作出行動的人有沒有凌駕性呢 如果是沒有這個凌駕性的時候 當他們的行動是最壞的 可能是會令到整個世界去培抗的時候 想作出行動的人又有什麼方法 有關選擇權呢?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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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可以可以 開始 3 2 1 謝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剛剛有方同學就說 當我們相信的時候 會對一些不相信的人 會有些什麼 靈感 靈感 不論你相信 或者不相信都好 你相信你會去找證據 去正立這個假設 你不相信你都會 找證據去推翻這個假設 無論你是嘗試去推翻 或者去正立這個假設 都是可以幫到這個世界 科學去更加 走前一步 也是對這個世界有更加多的好處 謝謝 謝謝 好 我想發問環節結束 接著輪到正方第一副面 你會有3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整個鏡頭示意 可以 主要是評判有方同學 大家好 其實有方同學剛剛已經承認了 重大消息是不應該隱藏的 但有方同學又說會刺激到 少部分人的精神 到底少部分人有多少呢 是否發表學術研究會刺激到一個人的精神 我們就不可以發表學術研究 那我世界就不用進步了 有方同學剛剛又說 世界知道了 世界虛擬的這個信息 就可能整個世界會恐慌 但事實是這樣 伊隆馬斯都已經曾經表明過 人類生活在真實世界的機率 是不超過十億份之一 換言之他只是認為這個世界是虛擬的 但現在世界是照常運作 人類依然在這個所謂的虛擬世界裡生活 有方同學舉到馬雅文明 可能會被世界每日做例子 但其實這個世界每日是會直接對人類造成影響的 例如這個 馬雅這個世界每日是會導致人類死亡的 而公告虛擬世界之後 世界不會即時天旋地轉 而是照常運作 由此為何根本沒有這個可比性 就像牛頓發現了地心吸力之後 蘋果依然會受到地心吸力的影響 再者 我們見到2012年馬雅人預言世界末日 引起世界恐慌 但我方見不到有人因此而自殺 反而是更加多人因為想研究這件事 去了旅行 大家方國家想研究 進行更多的學術研究 有方同學說法就是天方夜譚 幾人憂天 而且假如世界是虛擬的 但人類的感官不會受到影響 喜怒哀樂依舊 犯了法依然會被人懲罰 根本不會有人可能因為黏了 所以他可能殺人不用付後果 因為他依然會被人拉入監瘡 依然會受到這個折磨 那種痛苦是不變的 不會因為虛擬就犯法沒有後果 有方同學剛剛不斷通過 什麼會刺激到這個人的精神 還有可能會不合乎常理 然後就會有人被這個領導者殺害 不斷在剝奪這個知情權 帕麗圖的動月語言都說明了 忠心被困在這個囚怒的 這個動月的囚犯 以及被解放到世界的囚犯 會因為他能夠認識到的真實 而影響他的認為和感覺 從而改變到他的世界觀 直至我們看到其實知情權 是十分之重要的 我們再看看 即使在一隻快樂的豬 其實都有權知道世界是否虛擬的 就像19年的武漢人 都有權知道病毒的存在 心態的固大可以繼續生活 委屈病毒可以即時防疫 但當地居民的知情權被扼殺 導致最終的惡果出現 由此可見知情權是十分之重要的 因此假如我方知道世界是虛擬的 便有這個責任和意我去通告天下 豐滿每個人所認識到的真實 光復他們的視野 增加他們做選擇的能力 再承上看一下 當每個人知道了更多 他們就可能會進行更加的思考 總之有可能不相信世界是虛擬的 但我提出這個概念就是令人思考 每當有人思考 世界會進步 好像幾年前地平雪的世界觀性行 又或者棄拔萊特的23個問題 無論這件事情是否正確 都會引起不少人的思考、討論 亦有很多科學家為了求證、研究 例如數學者愛好 現在打算這個23題數學難題 就設立了獎金 最後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為什麼伊隆哈斯發表世界是虛擬的 但現在世界照常運作 但為什麼我公告世界會恐慌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14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去到反方一副 沒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整形鏡頭示意 請問是否聽到 3、2、1、叮 評判有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 不斷重新 公開可以保障知情權 又或者可以接近真相 其實可以確信我方同有方 今天的分歧 就在於公佈了對人類難民的影響 以及保障權力的成效 正如有方主便所說 當有一個單位的人 掌握到虛擬 虛擬創造的能力 就會極力阻止 生活在虛擬的人突破真實 既然操控者有這個權力 他就會有足夠的能力 去修補我發現的漏洞 如果這個消息公佈於世 就會令漏洞透露的風險 越來越高 明明知道我和操控者的力量 十分懸殊的話 怎可以衡量到 我有足夠的群眾力 去對抗操控者修補漏洞的權力 又是不是好像有方同學 今天所說的 公佈了之後 世界是照常運作呢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不斷以偏概全 說到自己 公佈了之後 有多麼正義 對世界有多麼付出 而沒有嘗試 公開出口之後爆發的影響 今天有方不斷在這裏提議 知情權很重要 如果結果就變成了一隻豬 所以我們應該說出去 其實知情權只是公眾利益的其中一個因素 不明白有方為何看到知情權這麼純高 再說當散播消息出去之後 可能會有些偏激分子 接受不到現實 而開始破壞社會 維穩派的知情權 維穩派的選擇權 其實都會因為這些偏激分子破壞而下降 那怎樣做到有方同學所說的注重知情權 你注重的只是一部分人的知情權 今天有方同學又說 我公佈出來 無論大家贊不贊成 其實我都對這個世界很有影響 其實就算我現在知道這個消息 但也只有我一個人去支持這個學說 其實究竟對思想的碰撞 對科研的加持有什麼影響 究竟這個負加能力 是否真的有有方同學所說這麼大效果 其實今天我方想舉出一個例子 人工智能裏面 其實是有人類輸入他的代碼 當他又治愈思維或違背指令的時候 人類就會令他停止運作 然後修補他的漏洞 正如我一開始所說 虛擬世界是因為真實世界的造物者 去投射出來 而當我試圖公告突破真實世界的言論 而且我是生活在一個被操控者去創造的固定框架生存的時候 我們進來一些可以突破框架的指令 其實操控者可以即時全權掌控這個虛擬世界 為何我們還要執著公告天下 去令真實擁有虛擬影響安穩的世界 並不是好像有方同學所說的 我公開了之後就對世界沒有任何影響 再者既然我說了出來之後 會有人重視衝破虛擬去真實世界 但是我覺得真實而換取得 有機會是世界的滅亡和混亂 而且我們因為對真實世界的不確定性 所以究竟衝破了之後 真實世界是否我們想像中那麼美好呢 而我們衝破虛擬面對真實 究竟是因為想追求世界的真實性 而不理會它有多殘酷 但是為了達到我們心目中 真正好的理想世界呢 然後申請問右方同學 我們在操控你的監控裏面 公開你的不利的知識 你會成為正義事者 還是會令自己也消息在這個世界上 多謝各位 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12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去到正方第二副面 你有3分鐘的時間準備好 請下鏡頭示意 可以 3 2 1 主席評判座位 大家好 有方今天跟你說什麼 一直跟我們說漏洞漏洞漏洞 原來有方同學說話都很有漏洞 有方同學今天把虛擬世界 比喻成人工智能 這個世界上可能背後有一個操控者 有方同學就說 如果我們公佈了這個世界虛擬的時候 就會觸發到漏洞 可能會引來操控者 可能會刪除程式 或者消滅我們等等 但是究竟 為什麼有方同學會認為 當公佈了這個消息之後 就會一定會觸發到這個操控者 就會擊倒他們呢 為什麼牛頓發言慢有引力 又不會令到他們 想去整理這個程式呢 究竟這條界線是哪些操控者 想點醒有方同學 想跟我們解釋清楚 第二有方同學今天就斟 公佈了真相之後 怎麼不好怎麼不好 但我方先不說一方的事 對公佈真相的利益 有方說我今天連自己的論點 都站不住腳的 所有事情都跟我們說過很誇張 例如呢 他就將虛擬世界 比喻成北韓這樣 就說公佈了之後呢 就會引來很大的社會混亂 甚至會令到少數的人 自殺甚至報復社會 但是事實又不是這樣呢 本來這麼多人 發表過無數的學書 例如有人說地球是平的 有人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但是當這些消息發佈了之後 普遍的人的反應可以分為兩種 第一 不管消息的真假 只要不影響現有生活 就將它無視 電視劇生細節的福爾摩斯 裡面曾經有一句對白 福爾摩斯就說 我理得地球是圓還是平 是圍著太陽磚 還是圍著一隻啤啤紅磚也好 幫我鬼事嗎 如果不影響到我個人生活 那有什麼所謂呢 第二種反應就是 嘗試擁護自己的既有經驗表象 透過觀察、計算、實驗等等的不同方式 去反駁自己不同意的學說 而在嘗試證明或者正藝的過程當中 已經對人類進程有所得益 正在我方開篇說到現在的 可以帶動社會持續發展 如果選擇抹殺大眾的知情權 又如何引起社會上的討論呢 而將自己知道的東西收起來 又如何令人類發展更加進步呢 今天我方和有方的分歧 在於有方是想維持圓馬 想做一隻安穩的豬 但是我方認為不應該維持圓馬 我們應該是破格球變 是應該公佈真相 令到全世界一齊進步邁向繁榮 但是這樣是不是有國安法 那我們就不應該再繼續探求真相呢 是否因為我們怕激怒管治者 所以我們就要埋沒真相 去抹殺普羅大眾的知情權 和阻礙整個社會的發展呢 現在在自然層面上 人類可有自由意志 並不會擔當維持生存秩序 和倫理道德的角色 正因為人有高度的分析和缺責自由 所以我們要為自己做的事 去負道德責任 人之初定本線 正如康二無論環境怎麼變 人類核心價值 例如公平慈善有愛等 都不會怎麼變 都不會變 所以想問我方同學 都不會改變 都不會改變 任何 algorithm 能否 Kollege 領導令, horrible 您訓息可以改變 变体的潜测 其实我们怎样知 所以有变体的衍生 就正是因为有虚拟世界 而虚拟世界的存在 意味着它背后 一定是必然会有一个造物者存在 有方跟我们说 是应该公告天下的时候 但是他们就没有考虑过 其实这个造物者是有能力 去创造这个世界的同时 当然是有能力去摧毁 甚至是阻止这个消息的发货 所以其实有方跟我们说 迈向真相的同时 其实是没有跟我们衡量过 公告天下之后 人类可能会承担的风险 其实变体的 衍生的讨论是因为 真实世界当中出现了一些漏洞 而为何有漏洞 我们才知道这个事实 正是因为造物者本来设想 是不希望让我们知道这个真相 今天我们得知这件事之后 不说出去的话 造物者未必会知道 我们得知这件事 但是当我们公告天下 越说出去 被造物者知道的纪律 就会大大提升 而造物者作为创造整个虚拟世界的角色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有能力去摧毁这个虚拟世界 当公告天下 有可能危害到整个世界的遗传 为何传来 为何有方依然坚持要告诉其他人 第二 今天有方跟我们说 可以公告天下之后 就可以让其他人知道真相 但其实听完有方的发言之后 不能发现他们只是执着 在虚拟世界当中 可能一些是改善科技 出动社会的进步之类之类 但其实今天有方没有考虑到的 就是当今天人类 其实都是存在于虚拟世界的时候 以上所提及到的一些社会进步 的意义到底又在哪里呢 所以当我们要这样看的情况下 世界是虚拟的 但感官是真实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 我们说了出去之后 为人类带来的风险 再者 当虚拟世界本身就有一些 可能有方所提及的一些 类似的学说 不同的科学存在的时候 自我认知等等的理论的时候 到底公告作给天下之后 额外为人类可以带来 负大的好处 到底有多少呢 这个行为又是否真的那么值得呢 第三 今天有方同学 跟我们高举这个知诚权的旗号 就是说他们觉得 公告天下就等于 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愿 其实今天有方的说法 都不外乎于 是希望可以 获得更加多的知诚权 而是保障公众利益 但其实有方忽略了的是 在虚拟世界里面 每个人本身都过着自己原本的生活 又或者 有人根本就不想改变现况 可能跟地平说不同的是 今天辩论 辩提讨论的是一个真相 之所以他 公告天下 是因为 可以公告天下 是因为他背后一定有一些有力的 一些证据去支持 其实将这个新相公告天下之后 我们可以 当一些不信的人 他们不想 动用原有的世界的资源去探索的时候 最后新闻有方和我怎样坚持公告天下 多谢各位 卡哥以赴发言时间为3分10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转入到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都有两人发问 请正方先派出台下便远发问 有1分钟的时间准备好新去镜头事业 要1分钟的时间准备好新去镜头事业 相对的真实世界 而有方同学主编也都说到 这个世界是由情细所制造 但一副二副又说到 这个虚拟世界是一个全知的神去控制 那到底这个虚拟世界到底是怎样呢 神又是全知的 那为什么不阻止这件事去发生呢 而人类去追求这个真相感 到底是有什么错呢 就算这个是一个闹剧 那人类去探索这件事 也可以令到人类的科技上面是有进步 所以有方同学认为 在科技上面的进步重要一点 还是在小部分的担忧上面重要一点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丢队 转发 打赏そう 准备时间结束时lic字 这是个私人是各位 四位 有分陀佛的邏輯 我不知道是否沒有聽清楚我方所說的 我方所說的從來都沒有說過 作物者是神這件事 我們主辯和一義父都說過 作物者只是一個程式 一個團隊一個人 並不是神 只不過他是一個可以在真實世界上 創造了虛擬世界的東西 再者剛剛有分陀佛也在說 你功夫之後可以促進科技發展 但是有分陀佛現在有這個漏洞 而我趕了出來令作物者發現 去破壞這個世界 我怎樣可以去確保科技的進步 怎樣去確保人類文明的發展 多謝各位 各位大家好 有方說公共秩序不是干預知情權的理由 偏偏就不看事實上 就算是最先進最自由的國家 都不可能要求社會上所有的資訊都披露 所以背後最重要的理念是公眾利益 說到公眾利益 有方質疑這個世界不會陷入混亂 完全漠視我方提出的末日情緒概念 指出人類面對主宰人類命運的 未知災害的恐慌情緒 過往的物資搶購潮暴亂比比皆是 所以簡單想問有方同學 是覺得所有相信虛擬世界的人 都可以正面看待這件事 還是哪怕只有一小撮人 消極甚至乎漠視社會已有的規條 都無所謂呢? 多謝各位 剩下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計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準備時間結束,請政府派出電源回答 要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問鏡頭示意 請問聽不聽到? 聽到,3、2、1 大家好,剛才有方問我 問我方是否所有資訊都要披露 我方當然知道不是所有資訊都要披露 但今次虛擬世界的信息是牽涉重大公眾利益 牽涉到公眾知情權的時候就應該披露 當然有方說到 是否我方莫指一些小部分人很消極 會自殺、會搶救物資等等 但今天我們看回史例 我們看一、二年的馬雅文明說是末日 甚至是人會死 甚至是虛擬世界這個信息更加嚴重的時候 但是沒有大規模的自殺 反而有很多人出於好奇 他預言的法國避難所旅行 有方怎麼解釋呢? 我方今天叫有方舉一個實例 說公佈了虛擬 公佈了信息之後 會有大規模的自殺 會有大規模的恐慌 有方一個都舉不出 就問我方會不會是有什麼 要是否漠視小部分人消極 根本不負責任的說法 多謝各位 接著輪到第二輪的台下發問 請政方再派出電源發問 有一分鐘的時間 總有正在鏡頭試驗 可以 3、2、1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的立論 都是數珠未知 提出了很多可能 有機會令到世界崩壞 但其實今天有方同學都是正方 有方同學都需要論證清楚 這件事是必然出現 和有其普遍性 並不是盲目反對我方的論點 而有方同學都需要提出例子 數據等去證明 我方已經提出到地心說這些的 假設學說是可以令到世界科技有所進步 那請有方同學舉出一個例子 或者數據 證明這個恐據是必然性 否則有方同學是沒有進到這個論證責任的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請請請請互代 坊ų 另一共產季 預備時間結束 請反方自由批出位選員重回答 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今天他们没有给一些必然公告了天下之后带来的好处 所以我们看到我方当然没有办法去必然论证 到底公告了给天下之后带来的一定的必然后果 因为今天辩题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假设 所以今天有方跟我们说我们举的例子不是必然 在说末日的理论未被证实 但其实我们看到如果今天推移世界这个真实是没有人相信的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告诉其他人知道 当有人相信的时候就证明了它不同意末日理论 就是证明当末日理论对人引起恐慌的时候 今天我们变题如果有更多人去信的时候 它的影响的规模就会更加大 所以今天有方既然看到这样的情况下 为何要继续公告这些天下呢?多谢各位 接着反方派出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准备好去镜头示意 试咪试咪 3 2 1 丁 组组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学说公告天下帮助了科研的步伐 但偏偏真实世界的存在已经推翻了过往相当多的科学哲理 今天有方单纯认为真实世界的存在 可以成为虚拟世界发展的助力 但完全不是必然 简单问有方 如果两个世界的科学内容是不兼容 甚至产生矛盾 有方同学是否只是进行一场赌博呢? 而赌注就是令到虚拟世界系统 因为我这个变量而出现的变化 没有被造物者发现的风险呢?多谢各位 剩下一分钟时间准备开始计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准备时间结束 请正方派出电源回答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整容镜头示意 可以 3 2 1 叮 有方同学今天就不停在阴谋论 说很容易会刺激到统治者 到底怎样才会刺激到统治者呢 是不是我现在说世界是虚拟统治者 是为了促作呢 科学研究科学 科学家研究科学 是不是研究一下研究一下 就会刺激到统治者 或者这个造物主最终会被人杀害呢 最重要的例子 科学家不会因为有慢有引力的出现 和自己理念相冲就放弃研究这个科学 反而是有更多的科学框架 就可以更加容易论证 到底这个理论是不是错误 其实有方同学由开辩到现在 根本就举不出一个实例 其实有方同学在这场上提 是一个正方来的 其实有方同学是需要论证 举一个实例来论证 为什么不应该在这个公告世界呢 多谢各位 现在博到结辩的环节 双方结辩都会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计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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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先由反方劫電總結 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省行鏡頭示意 3、2、1 叮 各位大家好 來到片面的環節 我們不妨一起待入收到這個公告的人 今天突然知道自己身處一個虛擬世界 難免就會懷疑將這個訊息告訴大家的人 又或者你會感到恐慌 不知道還有什麼可靠 各種對於未知的情緒都是人類普遍存在的終極焦慮 面對宇宙的不可知性 這種生命脆弱本能就會引發人類的深層困惑 尤其是人群社會在社會精神迷惘緊張的情況下 最容易擴展 所以因為一個公告就會動搖多少人的信念 我方很難想像 是 我們無權幫別人選擇他們要不要追求這個真實世界 他們對真相的知情權也很重要 但其實今天有方在意這個知情權 在意這個世界的利益 反映哪怕我們活在這個虛環節當中 也可以因為主觀而至為世界賦予存在的意義 正因如此 我方先要勸了有方為這個世界去冒險 而失去這個世界的決定 至古都有無數為了更崇高的目標 而號召群眾出征的例子 例如是二戰那時 總共導致了全球五千萬人的死亡 人類會重複犯錯 是因為考驗不會次次以一樣的方式示人 今天放手一搏的悲壯 固然有意義 但禁於平淡 只想過好眼前生活的追求 是不是就低一等呢 當然我們將這個消息公知於眾 是不是真的所有人會配合呢 有方是不能夠保證大部分人都會合作的 如果有部分人不合作的話 衝破這個虛擬世界的成功率又是多少呢 反之當他們知道這個信息的時候 他們有可能會報復社會 去摧毀原有的世界破壞原有的生活 原本我們沒有說這個世界就得以保存 但當我們現在說了這個失聚的世界 真實世界手中可以爭取多少時間實現有方的目標呢 有方從來不敢保證的 到時還有沒有餘地呢 我方當然不明白真實的吸引力 但就算去到所謂的真實世界 背後會不會再有更高維度的超真實 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們今天去寄託的究竟是不是真實呢 還是一種希望 是希望人類一直追求的答案就是眼淺 但如果個個世界是一片 那個真實世界是一片荒蕪的 是一個枯竭了的文明的話 真實之後的失望又有多少人是承擔呢 甚至如果那裡依然不是盡頭 但我們已經決心集合現有的 一起去孤注一致 那有沒有人想過 給現有世界互相不侵擾的人一個交代呢 尤其是代價可能是這個世界的 可能由這個創造者手中煞停 某種程度來講 真實從來都可以只是我們的感知 只要是這個世界的感受就值得留戀 不論是一些親情、友情 還是一些事業、夢想都可以被賦予意義 那為什麼我們要因為你們的真實 而不去現有的生活呢 這個世界是不是真實就沒有價值呢 我們更加要明白 只要活在當下就是真實的道理 多謝各位 反方結辯發言時間為3分43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最後請請方結辯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通向鏡頭示意 請問一下聽到嗎 聽到3、2、1 叮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的各位大家好 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 一種是快樂的豬 一種是痛苦的人 相信大家都聽過這句出自自我家 蘇格拉底的說話 蘇格拉底將自己的辯證法 對知識謙卑的態度宣揚公告天下 經常在公眾場所和人通過對答辯論 來人察覺到自己的無知 轉而追求真正的知識 雖然最後被政府以荼毒青少年的罪名處死 但它亦成為了後世自我界的先驅 帶領人類向真理的方向 轄潛了一大步 正如今天辯題中 將虛擬的世界公告天下之後 對這個議題的討論、研究 正藝工作前命運而生 帶領人類向未知的宇宙起源 負負負負責的真相 麻將一大步 比賽來到尾聲 不如一起回顧右方主編跟我們說的什麼 右方主編一開場就定了一個很高的標準 說現有的世界面貌能否維持 就是他們衡量這條變態唯一標準 它的標準很高的 公告天下之後多了人知之後 一定有人做這些研究的正藝工作 右方是不是認為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世界不進步 就令到世界面貌可以維持 這樣是不是右方所樂見的呢 然後去第一個論點 他說不說就沒有漏洞 說了就很怕會有人殺我 如果上帝的操控者 真的那麼萬能、那麼全能、那麼厲害的話 就是我方和右方都知道世界是 虛擬的時候 難道又不是一個漏洞嗎 古往今來這麼多科學家 公佈了這麼多的理論 令世界上的人不再是山洞裡面的野人 而建立起文明 那操控者為什麼又沒有摧毀世界呢 我方不明白 第二個 右方又說公佈了之後會秩序大亂 但是一個實例都沒有說過 怎麼會大亂呢 有什麼數據、有什麼史例都沒有說過 其實公佈了之後 社會的制度不變 大家其實都是要上班、上學 馬照跑、舞照跳、賺錢、賺兩餐吃 例如快2000年的時候 電腦學者公告天下說可能電子設備 會因為漏洞而導致日期出現錯誤 以至社會停擺的千年蟲事件 更加有報章說可能會導致核戰 98年有三成的美國民眾感到擔心 但99年12月中的時候 只有3%的民眾擔心 正正是因為他們認知到就算千年蟲真的出現 生活仍然燒上 我方也不否認 可能確實會有些人說這個信息會崩潰 但這些根本不普遍 可能是他們本身的心理質素低 今天右方是否認為吃飯的人會噎死 所以不讓天下的人吃飯 不讓人討論食物好模式呢 看漫步來說 這麼小的風險又是否觸見沒失大眾的知情權 和文明的發展空間呢 再用一步去論證不應該公告天下呢 再說吧 其實在一個哲學的角度來看 道德之所以能夠確立是因為我們此生的義務 和社會上的法規 德國的哲學家康德和他們說道德 存在在人的理性當中 嚴受自然世界的影響和制約 所以人可以自律按照確立了一法則行動 即使世界是虛擬 人的道德仍然會存在 社會上的情和理言不會改變 情即是人和人相處而譴真的情懷 孝弟中信禮而廉止仍在 你就是五千年人類社會文明 在社會求生的法則都不會改變 道德的赤道善惡判斷都能夠因為我們有自由意志 有理性思考 心裏面有一條道德的底線 而不受世界真是假定所影響 即使看漫步被右方鄰政到公告天下之後 大家就會放棄了五千年來的道德價值 我們還有法律的防線 但是他們會因為怕被處罰而實踐道德價值 又怎會道德崩壞呢 其實今天右方完全是證明不到 證明不到他的論點是否普遍 是否大到右方要漠視公告天下的好處 還有各位無論大家想做法律的諸意或是痛苦的人 前提是大家都要知道這個信息 有知情就有得簡介入尋常清醒 今天我們的文明也要持續發展得這麼昌盛 不是因為前人採出右方的態度 他選擇發現一些震撼的東西都不公告天下 他選擇收藏了抹殺其他人的知情 決定行逆思 因為前人都站在右方這邊 將新的發現公告天下 才能夠推動世界發展 生活在真實中 多謝各位 正方傑變發現時間為4分13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比賽來到這裡就是斷落 將會與各位評判稍作聯絡處理分子的問題 但同樣在版本時間的關係 如果評判有填完分數 能夠分享評語 你也可以告訴我 在這個時間都請對賽雙方 你們留在圓櫃等候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件事都很值得去想清楚究竟一门什么事 例如我举个例子 甲方的看法觉得总之虚异世界和原本知道的东西不同 而岳方的看法认为虚异世界应该有一个操纵者 至少应该是一个相当有能力操控的创造者 这件事值得我们想想 因为虚异世界的特质是什么呢 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公告而公告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虚异世界本身的特质是有操控的 而且那个操控的或者创造的能力是很强的话 就可能会出现了岳方所说的事情 但若果虚异世界只不过与原知的事情是不同 而透过公告可以带来我们所说的进步的话 可能结果又会不同 我觉得在虚异世界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是可以再讲得多些 尤其是我觉得甲方是可以再讲得多些 和清楚多些 如果不是的话会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就有少少你会给岳方按他的想法 然后他还带着你 你又要很强调去回应他 我觉得甲方可以做多些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知情的问题 因为一说到公告天下就是知情 我觉得要想的问题就是 公告与原公告究竟有什么分别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一个人个人知道 跟你公告给所有人知道 究竟会带来什么不同呢 这是一个差异来的 就是说这件事是我一个人知道 和全世界都知道 带来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这件事情我相信甲方和业方 你自己都要来去论证清楚这件事情 而由这件事衍生出来的就是 知情本身有没有那种 我们所谓的绝对性呢 那就是我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是不是有些事情 其实是需要所有事情都要说出来呢 那那些人是什么事情来的呢 还是所有真相按道德层面来说 其实都应该说出来 如果我们再从道德层面来说 我不说出来的话 我算不算是一个参与 就是虚方或者虚义里面的一个共谋者呢 那这个呢 我觉得也是值得去想一想 就是说我公告业公告 我的角色和身份 究竟牵涉究竟是我是参与者 知情的 还是我是没有份于其中呢 那这个我想都要想一想 到最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要想一想就是大力的结果 其实我都承认甲方所说的事情 我意思是指什么呢 我觉得粤方在论证上 可以多一些 或者强化一些 我都相信 其实这件事情 对于甲月来说 因为其实是结果 所以其实要为一个很确切的例子 或者例证 可能是有一种的困难 不过正如是因为甲月 双方的面提的话 我相信在论证上 大家都要做多一些的功夫 去证明你的说法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 难免会有推论的 因为假设 所以可能这些情况就是需要推论 不过去推论过程里面 根据和知识在哪里呢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粤方他说 会带来情绪的问题 或者情感的崩溃 或者那类的自责 我觉得这类的推论 不是不行 但是有没有一些根据和基础 多一些的呢 哪怕是一些的 专家说法都好 我觉得哪怕是这样也好 如果不是的话 就会出现了一种情况 就是甲方提出一些问题 他问你 究竟现在有些东西 说了之后又不一定是这样 如果因为 因为要分某程度多强 伦静的结果 是建基于一种人情感上 不能够接受 似乎你只是这样 那么的话 会不会再多一点呢 我分享的意见 就是这么多了 好,谢谢主席 谢谢王文杰导师 接着我们有请 南田圣寶陆中学 中文辩论队教练 女天使者 你好,士威士威 我想问听得清不清楚 谢谢 谢谢 好 这条辩题 刚才评判都分享了很多 其实我最主要想说 两点 第一点就是关于推论 这件事 其实甲方 一开始都开了两个论点 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保障 第二个就是追寻真相 其实他正方主辩 或者前场就这样听 无论在例子推论上面 或者是整个逻辑 都比较简单清晰以明 但是慢慢去到后场 你就会发现 这两个论点 都是没有做一个很大的 推论深化 为什么呢 例如知情权保障 其实去到 比较后的时候 越方开始捉到你了 就是说 知情权不是绝对的 不是没有限制的 那究竟你觉得 你觉得知情权的界线是什么呢 那甲方的回答就是 那现在有一个很重大公众利益 我要公布 那就完了 然后甲又是公众利益 月又是公众利益 大家眼中的那个知情权 或者那个公众利益 或者那个界线是什么呢 其实是不清楚 那我自己是觉得 当这个是一个教科开出来的论点的时候 那我期望 其实教科的同学是会想得多些 或者是期望是会 在一个立场上面自己会 尝试思考多些 准备的过程 那同样地去到第二个论点 就是说在追寻世界 追寻真相 科学的进步 令到人民去进步 那样 那又是同样地 前场呢 你都会觉得 都挺合理的 你有很多那些科学的例子 好像真的很进步 很明明很开心 那样 但是我又会开始去想 那样东西就是 其实反方去到 都可能比较后的时间 都会去问你的 就是你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可能大家 真实世界 虚拟世界的科学 是不相容的 或者是去到虚拟世界 你现在人类的全部都成问题的时候 你科学是否进步 又是否必然 和这个人类的福祉 是有一个挂钩呢 或者和你们的标准所说 人类进不进步 这件事是否和科学进步 是必然有一个关系呢 那其实你们都是没有 去解释得很清楚的 你们通常会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做一个痛苦的人 都比做一个快乐的猪 我听这一句 听了很多次 这个的确是 尝试去说你的立场 但是 中间的原因 推论是什么呢 究竟为什么要做痛苦的人 都不做快乐的猪 其实你们都是没有很详细地说过的 你们只不过可能 在主辩会说一下柏拉图 说过动悦的比喻 其实这件事是很明显地说的 一些求真 或者是真相的重要性 为什么动悦里面 那些人要走出那个动悦 或者尝试去拯救其他动悦里面的同伴等等 这些 其实里面应该有一些素质的 就是你们说柏拉图 说苏格拉底 说其他哲学家 里面应该有一些内容 大家就很习惯地 只是拋了那些动悦比喻 拋了那句痛苦的人 快乐的猪 就好像说完了 但是我想听那件事 反而是你们对 究竟人应该是如何生存 或者虚拟世界的 那个原景是什么 人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要求真 不求真 做一个快乐的猪 有什么问题 这件事反而你们是 说得不是很清楚 或者是 应该可以再 就是说多些 心法多些的时候 你们是没有怎么去说到的 是的 那这个是 隔方少少关于心法的推理问题 那同样的 粤方的推论 其实都是 刚才评判也有说 是需要再多些功夫 那我很想说一说的 特别是说主辩 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够睡 还是怎么样 或者早上太早起床 那我是会真的觉得 听主辩的时候 是不够清楚 就是可能 我有时会失去你们的推论 特别是因为我会听到 很多哲学的词 很多专有的名词 但是 又很难 有人告诉我 特别是你们没有什么 很清晰的例子的时候 告诉我 你的轮点 你的推论 究竟是什么 甚至乎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 你们的标准 是会有少少 例如 我一听到你们的标准 说要维持原貌 那我就会问 那条问题是 为什么要维持原貌呢 你们是想稳定 想保护人类的安危 想大家快乐 幸福一点 觉得人类传亡 是人类福祉 很重要的一部分 还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重要的是 背后你们想说的 那个理念 就是人类福祉 人类传亡 稳定 快乐安全 你自己主要 人类觉得 在虚拟世界 重要的一部分 那是重点 而不是 为不维持原貌 我会对这个标准 设计 是有少少 觉得奇怪的 可能你说稳定性 我都可能听得懂 但是 你就这样说 为不维持原貌 我就会问 那为什么要维持原貌 你们可以想一想 而这个标准 继续会令你们的推论 可能会有少少问题 例如你们去说 可能 一路都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或者人类会质疑自己 等等 其实我觉得 这是很好的方向 但是也是那句 没有具体例子 没有说得很清楚 实质影响是什么 再加上评判可能不够 就会令到 有时我听主变的时候 就会很失败 就不太听得清楚 你们说什么 反而去到后场 去到结变 或者台下 才会开始听得多些例子 就是说多些 世界大战又怎么样 或者是 我其实甘于平淡 其实都不是那么差 其实我比结变的分数很高 我是会期待 你将结变的东西 放在前场说 或者早点 将整个你们的逻辑 你的推论说出来 不过是 只是给一些 不太清楚的 题目词 或者一些 用词 然后我不太清楚 里面的内涵 是什么 想讲多一点 粤方的一些 例子上面的 混用 我也是需要非常小心 特别是你们主便 用了一个不合的例子 如果我是甲方的时候 我就会问你 按照你的邏輯 即是不合就好了 对不对 应该不合所有任何 有关公众知情权 要知的 或者是 什么事都好 就应该继续独裁下去 什么都不应该说 那就最好 或者全世界都应该变不寒 那就最稳定 最维持原貌 那这个不是你们眼中所说的知情权 或者是你眼中所说的世界的愿景 那我就会捉你 即是不是没得认 但是你用这些例子的时候 你要讲得很清楚 那个理解 理解 为什么你会用不寒 为什么不寒 或者是如果不寒 你真的说了一些 一些违反他们原本 运作的常理的一些东西 出去之后 有什么后果 你又不是说一个后果出来 但是我说了不寒的例子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人玩全场 是的 所以我觉得要很小心 还有其他例子 例如那些 盲腸炎 那些 类似都是那些 对 盲腸炎 我又会去问你 那是否按照你的邏輯 其实因为怕有盲腸炎 所以若然有什么疫症 或者有什么公众事件 这些全部都不应该说 如果我是隔方 我都会这样去问你 关于这个知情权的问题 所以 当大家去用这些例子的时候 是要 我自己是会 觉得是需要非常小心 而至于说到就是说 隔方问了你们整场 有什么实质例子 有什么史例 其实我只是觉得 不需要说你一定要说到一个实例出来 就是 因为这个情况 虚拟世界这个情况 未必真的在现实这个世界 是已经出现了 是的 那我也不会说 要求到你的邏輯炎是这么高 但起码你是应该要给多些例子 例如是 有些人会说 例如有世界大战 或者是一些电影上 里面的一些情节 可以找一些电影是真的虚拟世界 然后将这些这样的事情公告出来 然后后果是什么 说得清楚 详细整个例子的推理是什么 其实我已经收过了 但是如果你们是 问了整场 都未必有一些很实质的例子 或者就算有 你也是说 例如光眼方舟 或者是什么 世界末日 抛了个条件出来 但你没有跟我解释过 逐步逐步地说 推论 然后进而推论到你最后 那个实质影响的时候 其实我是不当你是一个 有效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自己觉得 使用例子 或者运用例子 大家可以想多一点 和想得清楚一点 还有 最后我想说一说 就是我自己评分的标准 其实我自己也比较看 就是 你表达 对于虚拟世界之后的愿景 或者人类 在那时候生存的福祉的意义 是什么 我会比较看这件事情 我就会看看 究竟双方哪一边说得清楚 而我自己觉得很可惜的 就是双方都是去到结辩的时候 才把自己的重点说出来 刚才我说了 粤方的结辩 其实隔方的结辩也是同样 就是你们去解释 为什么要有这个知情 或者知道真相 或者甚至乎 你有些比较重要的 例如是我们现在有一个 道德的文明 一些传统历史 或者是我们有法律的一些限制 这些事情其实你们前场都只是赖过 但其实是对于回应他们去说一些 可能有一些突发的事情 或者一些暴力 或者激烈的事情等等 这些事情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不明白 是去到结辩才开始 有一些交锋 或者开始明白大家 讲些什么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把自己的线 想想如何浸在自己的负面 以及尝试去说得清楚一点 这个就是我最主要的想法 我留给第三位评判再说更多一点 多谢各位 谢谢旅天知识的分享 最后我们有请香港中文大学 阅语辩论队前对员 阅语老师和我们分享 大家早晨 刚才两位评判的评议都已经说得很详细 所以我在这里只是补充一点点意见 我觉得今场第一个很需要讨论的位置 真实世界有没有不同之外 我觉得就是反方有一个位置 一定要论证清楚的 就是究竟虚拟世界后面 是不是一定有一个造物者 就是我在这里想的是 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人 就是如果你看《坐门的世界》 那《坐门的世界》 就真的有一个拍摄的团队 去做一个虚拟的世界被坐门住了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虚拟世界 都是有一个造物者在后面 或者是不是也有一个人 会在后面可以控制你的行动呢 我想到的就是 这种虚拟世界就是火影忍者的阅读世界 火影忍者的阅读世界 就是他们陷入了无限阅读之后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进入自己的梦境 所以创造阅读世界的人 创造完之后 他就不会再理会那些人 究竟在这个虚拟世界过了什么生活 所以第一个位置 我觉得要论证的是 反方如果你觉得造物者真的那么重要 就是你们后场不断打开 就是说造物者知道了 会杀了我们今天 或者会毁灭世界 但是如果你要做到这个攻击的时候 那你前面就要做两步的论证 第一步就是 是不是有造物者的存在 第二就是如果真的有造物者的存在 是不是造物者真的会24小时 或者是是不是真的会盯着你们 在虚拟世界里面过了什么 所以我就在想 于是来到这个位置 就牵涉到你们对虚拟世界的想法 所以我就会觉得 不过这件事 革方其实是没有提出到 如果我去打的话 我就会问你 如果在你的逻辑里面 其实越读世界 它是有造物者 但是造物者是不会控制你 或者造物者是不会进入你的梦境 它看你在里面做什么的时候 那你这个论点或者你后场的攻击 其实就全部都没有了 因为它只要找到一个反例 然后那个反例是能够去认证到 其实造物者不是真的有那么大影响的时候 我觉得你后面的论点就会很弱 所以我觉得反方 如果你真的觉得造物者是那么重要 那你前场其实应该是要认证多一点 或者你给多些例子 就是譬如是 除了《闯门的世界》是有造物者之外 还有譬如是《无敌破坏王》 就是他们在一个打机的虚拟世界里面 那些人物 其实它背后也会有一些人 是操纵着你 或者你是受着暴游戏机的操纵 所以我宁愿你去论证多一点 就是你觉得世界后面是有造物者 而造物者是会影响到你的 就是造物者是会因为你的事情 或者你的行动而会毁灭这个世界 那么可能性有多大 或者是造物者存在的机率有多大 我是很想听到的 但是我听完全场 其实我也没有听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反方 就是粤方的主线 不是很说服到我的位置 而第二就是我觉得 粤方今天有一些标准 我稍后再说甲方 我先说粤方的问题 粤方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给我的感觉 是有些输打赢要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很想知道 究竟粤方觉得 虚拟世界里面的那些事情是真实的 还是不真实的 因为其实你们是承认了 就是说世界是虚拟的 但是感官是真实的 但是你们又会觉得 他们是会漠视里面的法律 会漠视里面的道德 就是你们会觉得 他们会有喜怒哀乐 他们会有生活 但是当他们一知道这个世界是虚拟之后 他们就会完全 你们就会说 有一帮人可能会立即破坏这个世界 但是问题就是 当他们去破坏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们也是会在里面受到惩罚 他们也是会被道德 或者法律的枷锁去影响 甚至是什么呢 甚至是如果我在虚拟世界里面 是有真实感受 而我又决定要破坏这个虚拟世界 那我自己不是都会被那些 所伤害吗 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如果我现在发疯了 我决定在虚拟世界里面 就是破坏这个虚拟世界 例如是扔个核弹 进去虚拟世界 炸烂个虚拟世界 或者是 我可能想破坏虚拟世界的结界等等 但是问题就是 你要论证给我听的是 这帮人他们做完这些坏事之后 他们也会有后果 如果按照你们承认他的感受是真实的话 那他们又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例如是你搞坏了虚拟世界里面的气候 那你自己也会热死的 或者是你搞坏了虚拟世界里面的建设 你自己也没有屋住的 所以究竟为什么他们里面 如果他们在里面的感受是真实 但是他们又一知道消息之后 就立刻破坏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 你们也是中间要论静一点 就是不可以说 不可以说他们的感受是真实的 但是呢 总之他们知道之后 一定有一帮人会破坏的了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他的感受是真实的话 那他破坏了之后 他自己也会吃到恶果 其实中间的关联性有多大呢 还有另外一个位置 我觉得也是要讨论的 就是去到反方一副的时候 就问对方 究竟有多少人 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就会去不停研究呢 那他们研究完之后 又是否真的一定会有成果呢 那我觉得这个质疑是合理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们会说到一定有人破坏 但是又说到有多少人会去研究 或者有多少人会去研究 可能有成果 那我觉得这件事就很不合理了 是因为首先第一 你要论证到是一定有人破坏 第二你也要论证到的就是 这个研究是一定没有结果的时候 就变成是贏那些 或者是那些弊处你看完 但是理处 你又完全不看 或者你完全是质疑理处 如果你两个论点 都是打着可能性 人家会觉得可能有人研究 可能有成果 你讲可能有人破坏 可能会有人发疯的时候 那这个可能性上面的对立 我觉得其实你不需要 你要去质疑人的时候 你背后就要给多些论证 我会觉得 如果你真的很想 这样用你的可能性 去质疑人家的可能性的话 那你可能 就要给多些例子 例如是 你说其实一定会有人破坏的 例如是 可能以前除了那些千年虫之外 譬如1991年的时候 不是有个哈雷瑞星会放毒气的 大家就相信末日传说 或者是日本人 他们之前放沙林毒气的 都是因为他们相信会有末日的来临 所以就一定会有些癫的人 会做这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用 你要去论证的必然性的话 你必定要给多些例子 告诉我 是一定会有人做这件事 但是你的科学研究就真的 因为哥伯尼或者是加利略之前 有这么多人 用了几百年的时间 都去研究不了的时候 究竟你的科学 是不是真的会很快地得到成效呢 我觉得如果 你用你有实质的例子 然后去质疑人家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呢 我觉得这样会好些 而不是只有一句 放过去 那就已经可以解决了整件事 我觉得 给我的感觉 听下去 就不是真的 很说服到我了 另外就是 第三个我想说的位置 就是我也是同意 刚才第二位评伴讲 就是究竟这个世界 是不是真的这么安稳 就是你们觉得 是要维持现况 就是你们其实背后 默认的是 现在这个世界是好的 或者你们觉得 现在这个世界是安稳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这个世界 是不是真的安稳呢 或者是你们对于 安稳的世界 的想法是怎么样 那你想想一下 你们假设了 外面的世界 一定是差的 但是问题就是 外面的世界 也有可能是比我们好 所以我觉得 这些位置 就是你们应该要想清楚 就是究竟 你们觉得是 安稳的定义是什么 或者你们维持现状的 背后的那个想法 是什么 那我觉得如果 你在这些位置 都可以执行好些 譬如是论证方面 可以多做一些 做物者 究竟有没有在 或者是安稳的世界 究竟是怎么样 然后在工房上面 可以真的给多些例子 然后你们在 跟别人去对立的时候 是可以 讲出自己的必然性 然后讲别人的 就是那个 必然性又低过你们 那么我觉得 这样的做法 就会好很多 而我觉得 政方最大的问题 就是 其实我觉得 一个重点 如果被我打这条辩题 的话 我觉得知情权 只是第一个位置 而我觉得知情权 重要与否 其实最后 你们应该要讲 多些是选择权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 你们一开出来 其实你们要讲 我们保障有知情权 那大家就可以自主 我们的人生 可以选择我们的人生 但其实去到后面 我不是很听到 究竟选择自己的人生的这个点 究竟有没有继续进心 就是你们不断讨论 知情权的问题 但我想说 你知情权的意义 不只是知道那件事 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世界是虚异的 是因为我要有选择的余地 如果我想留的我就留 我要走的我就走 我要在这个世界 在虚拟世界里面 努力去发展科学 改善虚拟世界 或者是我要在虚拟世界 和现实世界中 开一道门 然后可以来回穿梭 就是我觉得所有事情 其实你最后 如果你是可以在那个选择方面 再进心一点点 然后告诉我 知情权是第一步 我们知道了 才会有选择 我觉得你第一个点 就会好听一些严密 去到后面 当对方跟你不断地拉脚 或者是在泥沼的时候 你继续在跟我说 支持权很重要 所以支持权很重要 为什么这么重要 或者他背后会带来什么好处 我觉得我也是想听多些 但是我觉得 即甲方去到后面 从来都没有去讨论过 另外就是 我觉得还有一个共同标准 大家都应该要想清楚 究竟什么是公众利益 就是你说牵涉公众利益 要公布 我会想听到一些例子 什么是公众利益 就是可能是气候暖化 或者是疫情发展 这是影响全世界的人的健康 我们是要知道这个世界 气候会不会突然间 极热 冷死我 又或者我会知道 我的疫情发展是如何 我就会想听到更多的例子 就是你们告诉我 公众利益 在你们心目中是什么 或者有什么的议题 是牵涉公众利益 然后 比如反方你们说公众 资情权是不可以无限地上线 或者资情权不是凌鸽一切 因为资情权只是其中一项权利 我就想知道 于是你觉得 公布与不公布的标准又在哪呢 比如如果你说一些国家机密 例如北韩有多少颗核弹 或者北韩有多少人在做这些核弹的研究 可能这些你们就交代清楚 就是一些国家机密 可能就不用说 但是能够牵涉全球人类的共同利益 就是我觉得这些位置 在交代标准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给多一点例子 让我去知道 在你心目中 什么叫做共同利益 什么叫做影响共同利益 什么叫做不影响共同利益 或者是有些什么你觉得应该说 有些什么你不应该说 那你有了这个标准之后 你就应该把世界市区而定的消息 放在你的标准上 从而去带出说还是不说 我觉得这个论述就会完整一点 而不是因为我觉得今天 相关有很多交锋位 都只是在口号式 就是说正方就说 甲方就说 岳方你也是正方 你也要给很多论政责任的 但是你只是说别人这一句 或者你只是不断的问他拿例子 如果他不断的不拿例子的时候 那你也要收割一下 或者你也要用他们不拿例子 这些东西进心攻击 而不是永远打的那些攻击 都是同一个位置 而且是同一个问法 绿绿四个位置 而且我觉得这些位置 就是很口号式的 或者你们会说很多 选不选择 公不公众利益 有没有做物者 但是问题就是 我完全不知道这些 你们想说的口号背后 究竟想认证些什么 或者重要性是什么 甚至我觉得今天 资情权都很口号式的 说真的 你跟我说 要有资情权 或者不需要有资情权 但是你没有说到 资情权背后 牵涉或者会联动些什么 资情权为什么一定要有 或者为什么可以没有 我觉得这些口号式的位置 大家都应该要再想清楚一点 所以就是 我的意见 谢谢 谢谢盐永儿老师的分享 赛果已经出了 先宣布最佳辩论员的奖学 今天最佳辩论员是 甲方结辩年号同学 至于今天的赛果 甲方得票为2票 月方得票为1票 换言之 今天胜出比赛的是甲方 恭喜 今场比赛到此结束 多谢大家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